这个元件里面 它所包含的相关的 包含它的形状 大小颜色 甚至它相关的内容设定 通通放在属性里面 也就是说 如果我没讲到的 不代表没有作用 那这个没有讲到的 还是有它的作用 也可能用到的机会没那么大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稍微修改 比如说里面的话有什么 比如说Visible 顾名思义 预设值一定是True 可是如果你把它改 这个Visible 它其实可以改成什么 旁边有可以修改的 其实都可以修改 如果你把它改成False的话 会怎么样 画面切一下 这边的那个Index 它一定是每一个 你点这个 它会有一个Tap Index 6 这个下来7 下来8 有没有这个Tap Index 那每一个 你只要顺序是对的话 那它就会是跳对的 如果说你今天姓名 那这是6 突然你这个电信业者变7的话 这个变8 它一定是跳到电信业者 才跳上 所以你可以改一下Tap Index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其他的属性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当然比如说像 这个叫Wise 这个是宽度 有没有 你也可以去修改 这个 至于里面到底是什么含义 可以查一下 好像书里面也有特别提到 如果没有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修改 比如Visible 它预设是True 如果你把它改成 比如像这个 姓名旁边这个 我把它Visible 把它改成什么 False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把它执行过 你会发现如果我把这个Visible 改成False 并且在执行这个表单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发生的呢 有没有发现 姓名的 有没有 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属性 Visible 改成什么 改成 这个地方有个Visible 在这边 如果要改回来的话 这一个的属性 有一个叫做Visible 就是能不能被看到 改回True的话 这样OK了 这里面所有的属性 都可以变更 但是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先试一下 像我最早 我记得刚开始 有些 我没有用过的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 自己玩玩看 记得原来的状态 你试完之后执行 然后呢 看看效果 再把它记得 再把它改回来就好了 你说像这边 好像有个什么 Multi-Line 预设是False 不过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用拆的 应该也可以拆得出来 什么 多行嘛 所以预设是单行 对不对 如果你要多行的话 你把它改成True就好了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吧 这个有点像是 你自己去设定 某一个东西的外观 设定好之后 它就会变成你那个样 你要的那个样子了 OK这个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Password 是不是 有没有密码 OK 诸如此类的 好 那这边我想各位 如果有问 这个上个礼拜同学问的问题 所以在这边 另外的话 你们的那个完整的影片 所以我每次上课都会把 我们上课的内容贴到这边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基本上是讲到那个 框线 这个额外的补充 另外的话 完整已经在这里 所以你只要点击它之后 这边就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当然我也可以从你们观看的次数里面 可以看到你们到底观看的情形如何 而且点击进去也可以看到 每一个每一个 哪一个观看的比较多 其实或多或少也反映着你们 可能那个部分应该比较不熟 或者比较有兴趣 OK好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范例档先打开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再来看 有关那个逻辑函数部分 那逻辑函数用到的机会非常的大 内建函数里面 我想应该经常性的会用到 那除了在那个 SLV用那个函数 内建函数 可以帮我们做一些逻辑函数的处理之外 那另外在VBA里面呢 要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呢 先把那个上个里 把那个范例档里面的那个逻辑函数 就是第 什么范例档里面的第二个范例 先打开来 那里面的话有一些简单的题目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完成 那比较重要的是 综合练习的这个 有两题 有两题